新太空產業的一個可能的方向就是 就是立方衛星 那立方衛星有很多的用途 那它其實要 只要你加上你的想像力 它就可以飛上天 那這個是我的大綱 那那個 新太空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它是希望是產業界就可以做的 所以要選擇 就是要能夠比如說資本比較低的 那立方衛星就有這種特色 那它的起源是從那個大學來的 那個 史丹佛大學的教授一個發起 那它實際上它就是已經 甚至已經能夠飛到火星去了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不要小看那個立方衛星的力量 那我是那個 高雄的人 齊山 今天早上從齊山來 那高中念的是那個 就是高雄中學 也看到很高興有校長 這邊可能也有一些 那個學長學弟在 那待會兒有個提問題目 那我今天有從齊山帶了一個東西來 待會兒題目 有問答的可以找那個 助理領取 現在有一個電視 不是我的婆婆 後面是鳳梨樹 我這個是香蕉樹 這題外話 那那個在台灣推管新太空 那那個有幾項 就是經費上面的投入 那就是也是科技部有給我們預算 然後我們去在幾年前做一些徵求 那主要就是要對國內的團隊 然後如果說他做的另外衛星出來的話 我們就提供他發射機會 那另外一個是人才的培訓 那剛剛主任也有提到說 一個要產業的推展 我們現在可能還 這個是太空科技的產業的人 還不夠 那我們有在那個開設那個太空學程 那學生也提供學生那個專理研究 跟參加暑期實習的機會 那第三個是技術上的資源 那太空中心 除了就是徵求國內團隊培養之外 我們會協助他把那個東西做出來 因為可能國內真正做過衛星的 機構跟團體還是比較少 然後太空中心 有完整的環境測試的條件 所以他們的一些要帶測物 就可以來太空中心做測試 那另外有推廣的活動 就是會辦理太空科普活動 跟設計競賽 提倡創新跟創業的精神 那待會因為 簡報也會提到 我們最近有一個競賽活動 那發展產業的話 我們就是希望那個 這個做立方衛星它採用的都是以台灣廠商生產的東西為主 然後經過太空的認證 然後被人可以發射上去 那也有辦一些國難以外的展覽 還有擴產國內外的市場 那再提一下立方衛星 那剛剛在準備的時候 就有老師問說 到底什麼是立方衛星 那這個我們帶一個模型來 這個就是立方衛星 那這個為什麼叫立方 你看它就像魔術方塊類似 那它是 基本上是 10x10x10公分的尺寸 那大約 當作一個單位 然後是 1公斤左右 那其他它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就是由這個基本的一個立方衛星來組合的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比如說它是從1999年 就史丹波大學的教授 就是提出來的一個 那它原來的構想就是說 因為檢的衛星都是要大機構才能做 那它希望學生就由這個立方衛星 也可以始作到 然後從中間學到太空的科技 那台灣立方衛星的起源 幾乎是跟那個美國這個是同步 我們在2001年的1月 就有一個 微星設計 系統設計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是由 前國營院院長莊正南教授來講課 那就會有一個 課堂作業 課堂作業就是要實際上 做一個那個 立方衛星的概念設計 那我也是那時候的那個上課同學 那之後 因為課堂作業的 做的效果還不錯 就是說 所以 那時候的太空重機 現在的國家 那時候的 我們叫太空計畫師 那時候就已經在 三月的時候就 舉行一個 番數號衛星的起始會議 那以一年的時間完成了 番數號的立方衛星 發事 我就是在主堂作圍 班 我這次都沒有 那些課會 一年 即日